不要啦 唉 又不叫 我要曬 剛才的Meme 大家都已熟能長 但大家又有沒有想過 究竟Meme這個字是怎樣來的呢? 古人都有他們的Meme? 等頭MISS告訴你 迷因Meme是由李查杜金斯 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 創作出來的新名詞 意思就是說 文化中透過模仿傳遞下去的事物 換言之 迷因即是可以將 想法、觀念、行為、技能 由一個人傳遞去另一個人 由一個大腦傳遞去另一個大腦 根據他的定義 無論是藝術作品、故事、服裝、發明 甚至是食譜歌曲 只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在文化之中不斷被挪用和模仿 都可以說是Meme 而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 迷因就演變成主要形容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以及被依次創作的文化內容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那些迷因會會心微笑 但又不知道它是怎樣來的 就好像這幅黑人問號圖 我們用就用得多了 你又知道它是怎樣來的嗎? 是嗎?有嗎? 像不像嗎? 不像 不像 這個這麼經典的謎因 就是來自NBA球星 Nick Young 和他媽媽的一個訪問片段 他媽媽在片段裏面 大爆自己的兒子 小小的八言 他就說如果兒子 當時認真對待比賽他會好呢? 但媽媽轉過頭就形容 Nick Young是一個小丑 當Nick Young聽到媽媽 用這麼奇怪的方式形容自己 他就露出了這個疑惑又尷尬的表情 就是這個短短幾秒的表情 被網民擁戴成為表達不解的符號 其實迷因除了圖片形式之外 還可以以文字形式傳遞 文字迷因就好像造具練習一樣 保留巨型基本的結構 然後進行聯想創作 令人賞入VV有心有共鳴 我想走開了 想忘記了這個世界 大家還記得他嗎? 這位依依對著電話的控訴 搞笑得來又到出了 香港人被困在疫情下的苦悶不安 想暫且離開一下的心聲 因而在網絡上瘋傳 還成為其他人創作的靈感 就好像雪唱歌手 Luna Isabelle 他就創作了一首叫 我想走開下的歌 我想走開下 忘記了這個世界 我想走開下忘記了這個世界 暴中了香港人在疫情下的無奈和辛酸 令大家可以在屈門之中沉悔一點快樂 不說不知 原來古人都懂得用文字迷因 當中最出名的是 《天若有情 天逆佬》這句 《天若有情 天逆佬》這句 原本出自唐代詩人李賀 他的意思是 上天如果有感情 他都會因為悲傷而變得衰老 這句因為寫得太好 又失用於所有的離別情景 就被不少的詩人應用過 例如歐陽修 在《減字木蘭花》寫過 《傷懷離譜》 《天若有情 天逆佬》 又例如今末元初的文學家 袁浩文 在《碟戀花》寫 《更約明年早》 《天若有情 天逆佬》 再看近期 有一句跟離別相關的歌詞 都令Tomissi我狗狗不能忘懷 沒錯 連歌詞都可以有迷因 不少人都用這些有聲歌詞出鋪 而剛才的歌詞 就來自YouTube Channel 事當真三位成員的歌 就是這樣 這首歌簡單易記 Tomissi我聽了一次 已經被洗腦了 除了洗腦的歌詞之外 其實這首歌還有深層意思 除了有朋友聚會心理戰的表層意思之外 對於現在 移民變成流行 充滿著離售別遂的香港來講 又有另一番意義 正因為它歌詞貼地引人共鳴 成為了不少人翻唱 模仿異創的文化作品 聽聽下歌又夠鐘落台了 記得CLS 訂閱STEP ASK的YouTube Channel Tomissi我繼續發掘更多香港的有趣知識 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再玩 拜拜 我留意到 無論Band 1 還是Band 3 學生 在綜合圈都有共通的弱點 就是不懂得整合拓展 直抄資料令到句子不流暢 論正角度亦平淡無驚喜 所以在短短的四唐精讀版裏 我會教你獨家綜合卷技巧 示範如何寫一段完整求題的段落 再和你做語句思維訓練 讓你可以在整合拓展 見解論正 語景意識和表達組織上 都領族分數 期待在我的中文綜合強化科程裏面見到你 和你一起綜合J Love 05 我們課堂見 1 it's okay to be sad it's okay to lose your mind will my brains the darkest misery let it be your strongest energy